第九题,附图为星铜电池的实验装置 关于星铜电池放电一段时间过后 下列的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是星铜电池 我们晓得星铜电池芯片是负极 铜片是正极 所以芯片会放出电子 让我们的电子从我们的负极流到了正极 在外电路上面 是从负极流到正极 那么选项A说 岩桥内的正离子会向甲杯移动 老师上课教过 岩桥的正离子会移向正极 负离子会移向负极 所以我们的正离子向以杯移动 而不是甲杯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电子会由铜板金融或容易到达星板 那么这边在容易当中所移动的是离子 而不是电子 自由电子是在导线上移动的 而是从芯片流向铜片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那么选项C说 以杯的颜色逐渐变淡 以杯发生的反应是我们的铜离子 蓝色铜离子变成铜 所以以杯的离子的数目减少 所以它颜色会变浅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那么选项株说 新板与铜板的质量皆渐渐增加 我们的铜片 铜板这里 我们的铜离子变成铜 所以它质量会增加 但是我们新板这边发生的反应是 我们的芯片会变成新离子 所以它的质量是渐渐的减少 而不是增加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呢 选项C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因此第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以杯容易颜色箭淡 我们下列的叙运